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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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9月10日 我稍後會有一個會 先趁這個空檔錄一條短片 今天主要想講就是羅范招勳 我們的行政會成員 講了一些很離譜的說話 就說 有證據顯示 有16歲的少女就以性來去獎賞一些 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 好了 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也想講講 上一次的短片上了之後 有很多網友就很關心我的健康 因為看到鏡頭中的我似乎很受傷 其實我最近做了一次驗身 身體是沒有大礙的 除了膽固醇過高之外 很可能為什麼會是受了 事實上是受了 之餘呢 其實我想跟燈光有關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希望可以添置一些的器材 就可以讓燈光好一點的時候 就讓大家看到我的義容 不會太過難看 不過在這個時候 還沒買之前 請大家忍受一下 第二 就有關廣告 也想跟大家講講 當然 看開我的短片的網友都知道 我的廣告將會傳數捐給 612人道支援基金 不過最近就出現了一些事情 就是YouTube 是會將我的短片 classified as 不適宜放廣告的 就要上訴之後 才再重開一些廣告 如果大家發現 看不到廣告的現象 記住留言通知我 等我及時上訴 就可以讓廣告的收入 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好了 正式進入 今天的議題 羅范招勳 其實還沒講他今次有關 所謂的慰安婦 說我們16歲的少女做慰安婦 這個言論之前 其實我想羅范招勳這個大嘴巴的紀錄 已經是非常豐富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在2006年 當時還在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時候 最出名的就是 當時推行教改 有兩位老師 跳樓自殺 當時已經有人說 會不會這個教改推行得過急 令很多老師適應不了呢 這樣 當時羅范招勳是怎麼回應呢 他說 根本呢 教改有很多學校在進行 如果真的跟教改有關 為什麼只有兩名教師自殺呢 那麼他這個言論立即引起軒然大波 那麼很多人說他很涼薄 那麼羅范招勳的大嘴巴呢 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的示例 那麼我一筆一一細數了 那麼先說回他最近說什麼呢 那麼他就接受一個香港電台的英文台節目 叫做 Backtrack 那麼他就說 有一些年輕少女 就為一些勇武派的示威者 提供免費性愛 free sex 又說 確認真有其事 他這麼說的 就是用英文講的 用廣東話 翻譯 他說 我聽到有人談及有關免費性愛之事 我相信我們已經確認是真有此事 我們對於這些少女被誤導而提供免費性愛感到悲哀 好了 之後呢 有一個叫做球驗傳媒 就是一個facebook page 這個 page 很好啊 這個 page 就對過去反送中運動當中 很多所謂的謠言 就進行 fact check 那麼這個球驗傳媒就做了 fact check 就說現在網上 就是這個 這個 羅範招芬其實是根據網上的post 就是一個照片 就有些少女就戴上口罩 那麼 然後拿露她的上半身 那麼 就 球驗傳媒就發現 這個照片其實是來自成人網站 最上載的時間是2019年的5月 那麼就是這個反送中條例呢 所謂的6月的示威都還沒開始 而照片中的女子就是一些越南人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證明了是假新聞 那麼其實呢 我時不時都會在whatsapp group那裡 收到一些藍絲朋友寄來的一些短片 或者是一些照片 應該這麼說 fair 一點去說 就是 無論是黃絲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藍絲的朋友也好 現在很流行透過whatsapp wechat 發放一些這樣的訊息 那麼最近收到一個撐警的短片 那個短片就是 一些防暴警察就追著 在天橋上追著示威者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聲音 阿Sir加油 阿Sir加油 這些叫做話外聲 就是這些 阿Sir加油不停 阿Sir加油這樣 但是呢 鏡頭就不會拍攝 在說阿Sir加油的人 那麼其實呢 如果你 我有一些懷疑 當然我就沒辦法證實 我懷疑聲音是後加上去 如果你聽到的音質 是不像是那些現場的人的聲音 但是這個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條 所以我就先拿來講 其實 以我所知 現在呢 我想無論是黃絲或者藍絲 都是在文宣工作那裡 做了很多事情的 而藍絲呢 就有很多這些 叫做高智芯導演 又會之前 如果看我的短片 就說 有幾條短片 就有些年輕人 就和那些家人 就在酒樓那裡吵 在酒樓那裡 就設好鏡頭 這樣 那麼這個呢 現在目前就是我想 政權呢 是會使用這些手段 就是製造很多的假新聞 假短片 你去製造一個印象 譬如我剛才所講的短片 阿Sir加油 阿Sir加油 那些短片呢 其實我想製造一個 所謂同溫層效應呢 就使得那些藍絲的人呢 是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市面上 現在香港呢 仍然有很多很多人呢 是支持警察的這種暴力執法的 因為呢 坊間上面 現在你看到 警察的暴力執法呢 是已經使得香港很多人 都很慌 很慌 但是怎麼可以 counter 這一類的 信息或者印象呢 於是就出現這些短片 我想說的就是 現在我們陷入一個 很大的危機呢 整個社會 我都說不只是藍絲 就算是黃絲也好 除了分裂之外呢 就是我們的信息的來源呢 很多時候是來自同溫層 而藍絲的問題更加大 為什麼呢? 我之前有一個短片 已經講過 藍絲其實 一般來說 不是很關心新聞時事的人 那麼他很多時候呢 就是比較關心自己的戶口啊 工作啊 所以呢 他很痛恨這個示威者 因為他們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但是黃絲呢 多數是比較關心那個時事啊 他們的新聞來源呢 是較為闊的 所以呢 藍絲是相對較容易受到一些假新聞啊 或者一些文宣的影響 那麼這個我之前有講過 現在你們看到 就正正是 政權呢 就用了很多的資源 就結合一些假新聞 來嘗試 去鞏固藍絲的同溫層 對這些事件的看法 那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市民 一個公民呢 是一定要在假新聞這些事件上 要有一個警告 我舉一個例子 在Netflix呢 有一條片 大家可以找回來看的 就叫做 以權 以私謀權 就是他譯做以私謀權 英文名叫做The Great Hack H-A-C-K The Great Hack 那麼這個紀錄片呢 主要是講 有一家公司叫做The Cambridge Analytica 那麼這個公司就很出名 就是搞選舉的 那麼這間公司就透過一些Social Listening 就是一些社媒數據分析 就分析到 一些美國選民 究竟他是屬於哪類型的人 然後之後呢 就會配合一些對認識的政治廣告給他 這些政治廣告當中呢 有些是假新聞來的 就是對上一次 這個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選舉 選戰當中呢 這個 Cambridge Analytica 就是幫川普那邊 就發放很多對希拉里 一些不實的新聞 假新聞 Fake News 那麼然後呢 到最後呢 大家都知道選舉結果如何 除了美國選舉之外呢 最出名的Cambridge Analytica 曾經幫過英國脫歐 這件事情 同樣地就是透過發放假新聞 來去影響那些叫做 本來對這件事情 沒有太大意見的人呢 又透過假新聞來去令他驚嚇 或者覺得呢 如果留在歐洲的陣營當中呢 對他們的生活就有很大的影響 譬如舉例其中一個假新聞就說 英國要交很多很多的費用呢 是要留歐 就要交很多的費用了 這樣子 那麼到最後呢 在這個公投當中呢 這個脫歐派就marginally 就是贏了 那麼現在呢 英國就很頭痕了 因為 公投結果出來之後呢 就發覺才知道 原來他們被假新聞誤導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也不只是說 中共這個極權體制之下 如果結合了假新聞 對於民眾的控制的影響 其實連民主國家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Facebook 這個近2019年開始呢 他們著力要處理的 就是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假新聞問題 在我錄這個短片的時候呢 正正就是一個假新聞 就是在Facebook也體現的 就是這個 譚詠麟 就說呢 他找到一個投資之道 那麼呢 這個投資之道呢 就贏了 那麼我懷疑這個是惡搞 不過呢 他就以假新聞的形式去惡搞譚詠麟 那麼這些假新聞呢 其實現在在Facebook也經常見的 就是除了有譚詠麟 最新的受害者之外呢 那麼還有這個 Warrant Beavitt Bill Gates Steve Jobs 死了 都被人引用說 他呢 就靠這些投資 就賺了很多錢 其實呢 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呢 真的很靠賴那個 所謂的新聞 是真的 而不是假的 那麼我們呢 就靠著這些 為什麼我們新聞自由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 我們是要靠這些新聞來去判斷 一件事究竟是非對錯 那麼所以這裡呢 我們也是呼籲呢 我們不要用一些 這樣的文宣的方式 就是製造假新聞 這個文宣的方式 我們如果 是習慣用了一些假新聞的時候呢 其實是會破壞了 這個民主的社會的建立的 說回羅范昭芬 以這個所謂的性服務 免費性服務 去形容這些女示威者呢 其實效果是非常之惡毒 那麼為什麼呢 他就讓我聯想起 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心理學家 叫做 Philip George Simbodo 寫了一本書 就叫做 路西法效應 好人是如何 變成惡魔的 The Lucifer Effects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那麼 他就在士丹福大學那裡 做了一個實驗 就在這裡設立了一個監獄 那麼 將一半的學生 做獄卒 一半的學生 做囚犯 那麼 就發覺呢 那些做獄卒的學生 很快就進入一個狀態呢 就會做出很多 平時他不會做 甚至他自己不同意的一些行為 而那些做了監犯的呢 也是越來越submissive 越來越 就是叫做 進入一個受害的狀態 那麼 但是呢 他這個 叫做實驗 實在太過 負爭議性了 所以呢 未能夠完成 就 要被迫停止 但是他也 據此呢 就寫了這本書 那麼其實呢 為什麼讓我想起這件事情呢 喏 在今次的反送中運動當中呢 那些警察就稱 我們為蟑螂 稱那些抗爭者為蟑螂 然後現在呢 羅范照芬就稱這些女性呢 就為 一些性奴 或者叫做 一些妓女 那麼其實呢 這個根據路西法效應 他說人 為什麼一個好人 都可以變壞人呢 其實經過一個過程程序 第一 就是首先 我們會有意 或者不經意的情況之下 會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線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要自己aware 我們不要將 就是 就算連抗爭者這邊 都要aware 有關這一方面 我們有時候呢 是很容易 超越了自己的道德底線 經常要有這個警覺 第二 他說呢 將其他人或者個體 去人性化 為什麼去人性化呢 我稱你為蟑螂 你也不是人 你是蟑螂 所以我怎麼打你也好 我只是打蟑螂 而已 如果現在羅范照芬 稱他們為提供免費性服務 差不多好像妓女一樣 也會助長 警察 或者是藍絲 在對付女示威者的時候呢 他會傾向使用更加惡劣的手段 或者是非禮啊 甚至如果遲些 可能更加性侵 沒有所謂 他平時都是這樣招呼一些 男的示威者 這個是 令我想起暴政 這本書 其實有同樣的題材 他叫我們呢 要mind our language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要刻意留意我們的語言 如果有一些非個人化語言的話呢 其實是很危險的語言 這個也是 政權經常會用過去的 也是的 猶太人 基本上呢 在納粹黨那裡 他們是一些低等的人 所以呢 就會 對付這些低等的人呢 那個暴力手段 可以是 很強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們也要的 所以我不會呢 在我的日常用語當中 是會叫那些做黑警 我不會叫那些警察做黑警 不會叫那些叫狗 警察做狗 其實我認為 在語言上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容量自己 隨便用一些 這樣的非人性化的語言 去形容別人 另外呢 第三 將自己去識別化 譬如好像透過匿名 透過辯樁 譬如好像說3K黨 那時候3K黨是怎麼樣的 套住一個大帽 這個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現在警察執法是怎麼樣的 基本上你識別不了他的 於是 他是做什麼都可以的 肩膀就沒有那個號碼 戴上蒙面 這樣 所以呢 我也呼籲 這些建制派的議員 無論周浩鼎 你叫立法呢 防止示威者戴口罩 麻煩你首先 你呼籲警方 不要戴口罩 不要戴蒙面的東西 或者是 把編號放進去 現在的情況呢 就好像監警會那些國際顧問那樣 情況非常複雜 你想想 今時今日 世界各地 有哪個警察會好像香港那樣執法的 真的很複雜 有藝莊 喬莊 蒙面 那樣 所以呢 這個去識別化呢 也是讓他們可以做一些很過分的行為 好了 第四 分散與推諉個人之責任 不關我的事 有些就是 我按上級要求而已 OK 這個也是會讓那個人 會做出一個好人 變成一個惡人 現在今時今日究竟 為什麼這麼多警察 會這樣暴力執法呢 當中我覺得 當然有些人已經說 喂 那些是不是香港警察來的 如果他是香港人 怎麼會做出這麼過分的行為呢 我沒有證據顯示究竟有多少是武警 有多少是上面下來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聽到他講普通話 是不是 有些短片也顯示出 就是他是一個講普通話的人 那會不會是新移民呢 那我也不知道 好了 第五 盲目服從於權威 這個紀律部隊特別是容易犯的 警察 就是說 上頭叫我做 我就做了 但是呢 這個也不是一個藉口 今時今日 或者我有第二個短片我會講 如果警察呢 以此作為一個藉口 去做出一些犯法的行為 或者一些非人道的行為 他是要攬上身的 我不是只講這個 所謂美國人權及民主法案 還有很多其他的 譬如是國際法庭呢 如果是足夠的證據顯示呢 大家都是要揹上身的 不過這個我會在另一條短片會講 好了 接下來第六 不經批判地盲目服從 團體規範 這個 和第五點是有些相關的 第七 藉由不作為與冷漠 被動地容忍惡的存在 不作為的意思就是說 不去stop那件事情 即使他自己不同意 他不去stop那件事情 好了 所以呢 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政權 無論羅帆招勳 作為一個行政會成員 他也是政權之一 你看到他現在所做的事情 是在做什麼呢? 透過傳播假新聞 透過將示威者的個人身份 將它非人化 貶低它 是使得當 藍絲或者是警察去執法的時候 是對他可以使用更加惡劣的手段 那麼 但是這件事情 我相信我們雙方都要為意的 就是說無論是示威者那邊 或者是警察 藍絲那邊 第一 我們不要傳播假新聞 去破壞這個公民社會 第二 我們不要將對方用一些labeling 用一些bad language 去形容 將它非人化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是我一定要防備的 否則的時候 對整個社會的破壞更加大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